这朝是历史上佛教鼎盛时期 留下了不少珍贵文物与经典 其中就有一部功德经 全部是由金箔打造而成 而且经过了专业鉴定 已经确认了 这本经测是唐代真观科制版本 而这本经测周末首度对外展出 让更多民众可以一窥 佛教的经典文物样貌 揭开红色布曼 庄严佛像呈现在眼前 而同样让人眼睛一亮的 还有总长234公分 宽约18公分 发出金色光泽的唐代文物经测 钥匙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大唐年代由当时的皇朝 他们打造了钥匙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那整本经测是一片金箔打造而成 竹字把经文刻印上去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文物经测 也是法典 让大家充分了解了 祖先留下了很多的佛教的特殊的法典 出自佛孝新盛的唐代 保存相当完整的功德经济测全球首度亮相 众多信众前往法会现场 要一探这1300多年前珍贵文物的样貌 母亲节 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小小的愿望 希望自己的母亲健康快乐 全部都是一年半的时间筹备准备而来的 所以法会的过程非常殊胜 然后也获得了全球十方信众 将近4600多位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共襄圣举 在经测的展出期间 主办单位也举办围棋两天的祈福法会 让更多人可以前往依蓝佛教文物的特色 记者黄熊闻谢龙镇台北报导